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网络截评显示 申万红元衍生品副总康忠宇在朋友圈回应说 仅日子不知道 姜书颖没来 不过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姜书颖此前确实在申万红元投资过雪球产品 那有分析就指出 如果姜书颖是在一两年前购买了雪球产品 那么是否爆仓还不好确认 要看购买时有没有加杠杆 但投资发生亏损是大概率世界 那究竟什么是雪球产品呢 这又和股市有什么关系呢 据了解 这个雪球产品已经有近20年的发展历程 雪球产品是一种结构化的金融衍生品 它是结合了期权的特征和固定收益产品的一些特点 那设计上是比较复杂的一类产品 并且收益和投入它的关系 并非是我们知道那种像股票啊这一类的线性关系 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那投资者购买雪球产品呢 实际上就是参与一种奇异期权策略 这种期权呢 通常设有敲入价格 敲出价格 两个关键条件 那因为具体的操作是非常复杂的一种专业操作 就不具体展开说了 那用市场总结的话说来 就是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 雪球这种结构性的产品呢 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较高一点的固定收益回报 然而在熊市或者大幅波动的行情下 如果标的价格持续下跌并触发了敲入条件 但没有触发敲出条件的时候 投资者呢可能会损失部分甚至全部本金 而当市场行情出于大幅下跌的时候 产品是非常容易触及敲入条件的 那么投资者也比较容易录得亏损 财经专栏作家郭诗亮时说 目前有不少雪球结构产品 对标的就是中正500指数和中正1000指数 那当部分资金触发了敲入条件的时候 并不代表已经确认亏损 关键是要看到期价格是否低于期初的价格 换言之啊 就是一旦资金触发了敲入 并且处于一个密集到期的状态 这个到期价格还低于期初的价格 那么这些投资资金就会有一定的亏损风险 好了那综合以上市场的一个解释 那重点其实就在于雪球投了什么产品 还有大家是什么价位买入的 比如文中提到这个中正500指数 这个指数在周一一天就跌了接近5% 从2021年的9月的近期高点7600点附近 是跌去了近3000点 到了现在的4700多点 这个跌幅已经是接近40%了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雪球的这些产品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寄它的期初价格的 但是如果很不幸才在了最高点附近 哪怕是在2022年初那都很危险 尤其这个指数啊 最近半年的跌幅 就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 跌势是突然斗翘起来 半年就跌了20% 那有市场人士啊 就根据这个此前网络的截图的信息 就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啊 传闻提到的这只雪球产品 就是汤总亏了200万的这个产品 是存续期是24个月 那企息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期初的价格是7097.76 到了今年的1月15号 中正500指数收盘价 就是这个产品的期末价 是5193.3 那因为这个合约的保证均率是25% 就是当你这个期末价格低于期初的价格 跌幅是达到了26.83% 就是超过了这个25%以上了 所以呢 这个投资者是损失了所有的本金和票息 那为什么会亏了本金呢 那市场人士是进一步说 他说雪球产品是分为全保证金雪球和保证金雪球 前者是没有杠杆的 也就是限亏的雪球 但后者是有杠杆 也叫不追保雪球 那这只产品不追保25%的保证金雪球呢 就是跟踪挂钩了中正500指数 因为加了4倍的杠杆 所以票息和亏损都会放大4倍 那如果现在是亏损了26.83% 乘以4倍就是107.32%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 是既损失了本金 也损失了票息 那所以啊 虽然这一单皇后娘娘被割韭菜的消息 看似是一个假消息 但效果仍然达到了 舆论的焦点回归到了 跌跌不休的中国股市身上 周一的这条休息传出来的同时啊 中港股市是七刷刷的暴跌 跌到中共的傀儡总理李强也在喊 采取更好的措施来遏制A股暴跌 话说他刚说完中国经济增长的5.2% 如果真这么好 股市又是经济的风向标 怎么会跌成这个样子呢 现在又喊着要救市 真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 所以大家看看 中共鼓吹的经济光明论 在哪能找到一点来自市场的积极信号和支撑的论据呢 所以即使李强喊救市啊 真正决定救不救市能不能救 或者说有没有能力来救市的真的不是他 但是今天中国股市的暴跌 的确是中共自己买下的雷 就从近期的情况来说 中国市场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 都在期待着中央给一个政策支撑 但是中共央行是死扛着 就是不降息 坚决不降 任你股市血流成河 我也不降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周一啊 中国股市暴跌的时候 人民币汇率这边也不稳了 中共国有银行正在用手上 为数不多的美元流动性 来支撑着人民币汇率 也就是明确的向市场传递了 要先保汇率的信号 所以这里面也有市场信心的大崩溃 所有人都在抛手 不过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一定是先保汇率的 一旦人民币再一次一泄千里 人心溃败 那么跌的血流成河的 就不只是中国股市 一个市场这么简单了 那所有的人民币资产 都会面临着被抛售的风险 大家看到 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好 汇率也好 这种经济的直接指标都保不住了 那中共的经济光明论 现在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了 以上是一种观点 市场上还有两种分析 财经自媒体账号包叔说 国家队的确进场拉大盘了 并且出手力度 是比上个星期四的力度更大 但是完全没有拉动的效果 因为手法已经被市场完全掌控 要多少给多少 尾盘国家队买入的力度稍微减弱 市场就立即崩盘 那其实究竟国家队怎么救的 这是有争议的 大家想想 地方财政那么紧张 中共都不敢印几万亿 来救自己的地方官 怎么能拿真金白银来救你股民 救外资呢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和我们说的 这个雪球爆雷是有关系的 也是来自包叔的评论 他说雪球敲入风险明明很大 中正500指数在4700到4800点的时候 是第一个敲入高峰 那加上中正1000 合约规模是在500亿以上了 但是官方非得说影响不大 所以导致了今天尾盘的批量爆仓 加上融资盘和基金清盘 系统性风险已经产生了 我们再回看一下股市 其实不仅是中国股市跌 港股周一也跌得很惨 星期一 A股三大指数集体大跌 截至收盘 互指是跌了2.68% 深城指跌了3.5% 创业版指数也是跌了2.83% 那互深两市的交易额呢 是接近了8000亿元 但是粮市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 其中还有105只股票是跌停了 不过现在爆了也好 股市下跌也好 可以说中国股市走到今天 就是熊市的走势了 自媒体蒙面财经在节目中说 回顾美国和日本历史上 股市出现三年大跌的情况 可以发现 均是大周期泡沫破裂的期间 才会出现的 就是非常大周期的转折点 出现的这种情况 那A股走到现在 互深300指数 如果在2024年继续下跌的话 那就已经是连跌4年了 那如果看上证指数和深圳城指 在2024年也继续下跌的话 那就是连续下跌了3年 那这在A股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A股的30多年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连续3年年限出现下跌的情况 这边是中国的A股 那么港股就更夸张了 如果2024年港股还继续下跌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5年连跌 这就是从2020年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以来 就一个字跌 那这样的下跌模式 在历史上 各国的股票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说港股又是创了一个记录 那虽然香港恒深指数 已经跌向了1997年的 15000点的水平 但是香港何时能回到1997年之前呢 苏联人家在X平台上发文说 在三年时间内 香港创业版跌幅达到了91% 难道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都下降了91%吗 应该不是 这是支撑股市的制度的基石 已经不在了 就是信用崩盘的结果 那现在中国股市这种历史极端情况 让不少网友想起了前任中共党魁 邓小平的一句关于股市的话 他说搞不好就关掉 那财经自媒体账号格尔达 专闻表示 他说不懂金融市场的人 总是爱把邓当初说的这句话 拿来为股市搞不好出错误的时候 用来终极解读 认为是实验嘛 错了可以关掉 但是忽略了当初讲这个话的时代背景 那就是当时是在1992年 股票市场只有8只股票 参与者甚至仅限于上海市的 非常少部分的人 参与者只能从几万人 或者更小规模的做一个交换 那甚至机构都不能参与交易 交易平台呢 也仅仅是一个工商银行的一个分离处 那样一个小的地点 那自然是搞不好就可以关了 因为规模小影响小 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小 那文章说但如今现在有9亿人参与 投资额接近100万亿 实际总的A股投资额是超过100万亿的 那亏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都是钱 所以作者认为中国股票资本市场开工没有回头见 错误的融资市场定位 把股市搞成了一个捐献市场 无偿的捐献市场只会让市场出现极度的风险 并且这种风险外溢是无法隔绝的 因为连接着债市 楼市 汇市 还有就业 那这些风险是会把中国打回到17时代去 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威力 比1000颗原子弹的威力还大 本章最后说唯一的出路不是什么搞不好就关掉 而是应该踏踏实实的搞好市场 那其实股市作为经济的风向标 这一点中国股市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至少股市隔三差五的暴跌 让人也时刻警觉着中国金融系统危机的爆发 之前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就说 现在是到了中共当局还债的时候了 无论是房地产债务还是地方债务 各种债务已经绑得中共当局动弹不得 哪有真金白银来救股市呢 那债务危机也是从房地产到地方债 再到银行金融系统 都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三座燕色湖 那量子月签账号说 他说这三座燕色湖 其中楼市已经溃低了 红风已经冲进了债市 现在轮到债务的洪水溃低了 那这两次溃低形成的惊涛海浪 将很快冲击中共经济的最后一道闸门 就是银行的金融系统 他说毫无疑问 在债务市场的漫天水势中 地方债是比居民债还要凶险的洪风 因为它是瓦解中共大一统体系的第一推动力 也是导致中共独裁专制崩溃的摧毁性的力量 相信量子月签这番话说出了很多人的愿望 但是2024年 宏观环境的走向不尽人意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是更难找了 降薪越来越近了 生活会更加艰难 但是楼价还在地序探底 股票也跌到寒心 那乱世中究竟投资什么 如何保值呢 听说有两个基金去年赚到钱了 因为不同于其他基金的重仓股市 而是在分散投资中投资了黄金 这就让人想到了中国一直有一个对于保值人生价值的股训 叫做盛世藏古董 乱世买黄金 末世要修行 那前两句也讲的是人生财产保值的应对策略 在经过了几千年来的盛世和乱世的交替往复 能够流传至今 本身就说明人们在实现中对这一说法是很实认同的 那这个谚言也只是告诉人们在世间常态中 要保值增值自身的利益该如何处理 那么在这种股市都快跌到了末日的情况下 最后一句会不会给大家的悲苦人生带来一点启发呢 希望我们的观众都拥有那种经历疫情乱世 依然平和淡定 神采间带着光明和希望的力量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